各位多倫多的觀眾大家好 坐在我身邊就是江欣彥 欣欣 嗨嗨 你們好嗎 那我就在這裡祝欣欣今年新年青春常駐 快年 多謝多謝多謝 還有沒有祝東西 祝我 除了青春常駐之外 當然可以找多一點 好好好 我也祝大家 我欣欣祝大家在整年裡面人生更加進步 還有要身體健康 整家人福有遊歸 好像籌款節目一樣 我知道欣欣這次都沒多久 我記得沒多久之前 大約兩年前 都來過多倫多演出 都有兩年沒見多倫多的觀眾 那這次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這次其實我很喜歡Toronto 因為由我第一次來這裡 是拍一個香港的住景劇開始 我就覺得多倫多是一個很平靜的地方 每次來到都感覺到這個氣場 很舒服的這裡 那開始就怕很冷 因為我們今次臨上機之前 一些朋友告訴我們零下二十幾度 十幾 十幾 零下有十幾度 哇 我都不知道穿什麼衣服 把整間房子的外套穿了 剛好我們到昨晚 好像有零度 他們說暖回來 但還是零度 有了心理準備 變了就不是太冷了 OK 那這次你來多倫多 我知道你和修哥有一個演出 是嗎 是呀 我們在一間的Casino 可不可以說名字嗎 可以 OK Casinorama那裡有一個情人節的表演 情人節表演 我知道情人節明天就是了 是呀 我也知道你和老公都有十年了 是嗎 差不多 差不多 哈哈 那這次你老公有沒有陪你來 沒有呀 一開始因為他 他都想陪我過來的 但一路的時間他夾不合 到最後都沒有上飛機 但我說不要緊要 因為我回到香港都會 都趕著要做事 那我就是 表演完 那就十六號的晚上 就是十五一早就走了 那大家分隔兩地呢 會不會在情人節那裡有什麼特別的 這個隔空去做一個慶祝的樣子呢 都不會啦 哈哈哈哈 因為其實每一天都可以在情人節 那我自己都不是這麼計較的日子的 那你說朱古力呢 我就不會吃的 因為要減肥呀 哈哈 連膏都沒有吃的 今年吃了三塊而已 那其實一段婚姻 維持開這麼多年 其實都不簡單 那其實有沒有什麼提示呢 可以分享一下 在這個情人節 大家有一個 有一個 學到一些東西呢 你問我呢 我就覺得兩個人相處 呃 怎樣都好 就是要尊重對方 那就 呃 我覺得 如果可以很長的relationship 除了他是你的lover 那跟著還要是你的家人 或者可以做你的朋友 兄弟 姐妹 很多身份的 那就 對啦 那好啦 那我們也想了解一下 其實最近你在香港 有什麼特別的工作 啊 接下來可以預告一下呢 香港就 嗯 除了上的那些 節目之外呢 那我自己 去年開始呢 就有一個 介紹吃宵夜地方的節目 叫做夜宵莫 那今年呢 都 現在香港都在拍的 那就會四月左右 才在香港播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呢 那我就會 推薦很多呢 那我自己認為呢 很正的地方 帶大家去吃東西的 OK 那我們呢 很多觀眾都知道呢 你以前都 拍攝過很多角色 在劇集裡面 呃 表演的上面呢 也都很深刻 就是你扮演 阿妹姐 是不是 那其實 有這麼多年的 這個 這個拍劇的經驗 你覺得 有沒有哪一個角色 你最深刻的呢 我自己呀 呃 其實呢 因為 每一個角色 其實都是我來的 就算是以前那些 呃 插班生的那些 其實都是 用了劇本的性格 然後我再加我自己 那些東西進去 那所以 那其實我自己最喜歡呢 就是 同事三分親裡面 Diana 因為 那個角色呢 是漂亮的 變成了 就可以白漂亮啦 還有 我又買了很多衣服 給Diana的 因為很多人是我師傅來的 那金瑤堅我都喜歡的 金瑤堅就是 不打自己人 那那個是 我的另外一面 就是神婆那些 我也少少是 是的 那你有沒有打算 說什麼時候會 復出 再多拍一些劇情呢 呃 做藝人的呢 最想是 遇到一個 好的劇本 那我就在等著 是的 在等著 有沒有哪些角色 你是最想演的 現在是 在練歌啊 那邊 最想演的角色 做壞人行不行呢 做壞人 有沒有試過 演奸角呢 以我記憶之中 比較少一點 少啊 對啊 其實同事三分親 Diana是奸角來的 算是奸角 如果你有看 我記憶之中 王嘉楠是正派的嘛 那我呢 就囂張的嘛 經常罵員工的嘛 他們每個人都很討厭我的 呃 奸角 真的沒 真的很壞 嗯 其實我都覺得 我沒什麼機會 接到奸角的了 因為 因為 其實 就是你想的東西 才會成真的 因為我不是經常去想做奸角 可能你平時那個 表演 都是帶給很多人 開心啊 歡笑啊 所以我想 可能觀眾未必會想到你奸的一面 他們不會接受的 沒有收視的 那我自己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很快樂的人 那我 我都希望 接下來 我可以接多些節目 將一些 快樂的訊息帶給大家 遲些會做掌門人 今年 是啊 我要練好一些體能才行 因為 去年 我們拍摺球的那個 那其實 其實就剪了 沒有出道街 因為我太痛楚 喊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院兆場在後面 拿著我的腳 我們去 即是我 我胸口扎球那個 哈哈哈哈 那我就扭到 所以今年我會 練好 粗多一點的身體 才去 做這個主持 因為隨時會落場 隨時會落場 好啦 今天很麻煩 欣欣 收點時間 給我們 多人多的觀眾 可以 知道多一點 他現在這樣放 希望欣欣可以快點 再來多人多 也祝你 明天 演出成功 謝謝 小明星 小明星